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五分鐘搶先報 我是Sandy 我是李歐 今天台股開低 那盤東族群好像有一些變化 你怎麼看 好的 因為昨天晚上 美國股市普遍呈現一個回落 尤其是台積電的ADR 是呈現一個往下下跌的 這時候投資本就覺得說 欸 那這個台北股市 會不會就因此而往下走低 好 可是你要想 美國股市往下走低 那台積電ADR往下走低 台北股市下跌 指數下跌是理所當然的 可是當大型股開始休息 中小型股 會不會跟著往上做接棒 我想這個機會是相當的大的 問題是要買什麼樣子的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新聞的訊息 你看最近因為美元指數走軟 聯準會維持它的貨幣政策 當然是比較寬鬆的 希望能夠刺激經濟 可是我們看到比特幣 因此而上漲 黃金也大漲 黃金漲很久了 比特幣都沒動 這兩天開始 突然往上進行一個大漲15% 相關概念各股 比特幣跟金價通通都創新高 但很多股票代表各股 比如像這個6150的漢遜 比如像這個5386的清雲 清雲大巴斯 哇 這個股票都大漲 可是你覺得這樣的股票 可以追嗎 高了就不追了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短線的題材 因為你看黃金漲這麼多 黃金是一個實體的金屬 它是一個貨幣的發行準備 可是比特幣其實就我們看來 它只是一個投機的商品 它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貨幣 對 所以相關的概念個股 其實它只是還有一個短線的題材而已 那長線呢 長線我覺得 可能還要再觀望一下 沒有辦法說把它當成長線題材 畢竟它只是一個投機商品 投機商品 因為畢竟目前是一個國 還沒有把它當成是一個正式的貨幣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漢遜 所以你看漢遜雖然說位階很低 你看右邊的跡算位階很低 那我們認為它只是一個跌身反彈 你看它的趨勢 其實就是一路往下走 就是一路往下走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未來還有什麼商機 錢潮 回來了 不斷的湧入台北股市 湧入台灣 昨天台幣還一度升到29.3 尾盤壓上主升才往上拉回去 可是你看到這麼多台商的資金 一直不斷的湧進來 像你看到這個我們看到新聞訊息 台商熱錢匯回高達1428億 哇 不得了 不得了 其實它會投資相關的房地產 然後這個土地廠房 一些商辦都有 當然有一部分是流到台北股市 那既然流到台北股市 當然我們台北股市就有機會 持續的中長線是往上追個走高 那再來呢 有一個族群我覺得相當 我們一路以來都看好的 因為我們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 這個融創 mini LED 這個下半年蘋果 它可能會採用mini LED 來使用在當成是它iPad的背光源 所以你看蘋果在台灣設一個什麼 神秘51區 神秘51區 要做什麼 做mini LED 包含你看金電 一定是第一優先 連續兩天三大法人市場的共識 大買超過3萬張 龍達昨天光臨掌印板 今天的掌印板 紅旗是大漲 融創也大漲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辣給我主化面 代表意思是說 當這個市場昨天還在沉浸在 就是一家烤肉 其他家都昏倒 台積電 只有聯電是大漲 其他的中小型股東往西外的時候 這個mini LED 就帶頭往上做一個轉牆 渴望它成為下一個波段的一個 新主流在8月份 我認為是向他看好 感謝Leo的分享 想要收到最及時的財經消息 一定要加入Leo的Line Ads和Teregram 五分鐘搶先報 我們下次見 拜拜